人造海水是模仿海水的溶解矿物盐 有时还有维生素的混合物 人造海水主要用于海洋生物 海洋管和礁石水族管 方便制备适合海洋生物、藻类、细菌、植物、动物等的培养基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人造海水由于其标准化配方 具有比天然海水更具可重复性的优点 在海洋生物、海洋管和珊瑚礁水族管中 使用人造海水的优点包括 一、重现性 人工海水由于其标准化配方 比天然海水更具重现性 这使得更容易进行实验和控制变数 二、成本效益 人造海水比天然海水更具成本效益 因为它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大量生产 人造海水是模仿海水的溶解矿物盐 有时还有维生素的混合物 人造海水主要用于海洋生物 海洋管和礁石水族管 方便制备适合海洋生物、藻类、细菌、植物、动物等的培养基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人造海水由于其标准化配方 具有比天然海水更具可重复性的优点 使用人造海水的缺点包括 一、成本 由于配方中使用的矿物盐和维生素的成本 人造海水比天然海水更昂贵 二、重现性 人工海水由于其标准化配方 比天然海水更具重现性 然而 这种可重复性是以失去天然海水的一些复杂性和多样性为代价的 市面上的人造海水主要分为三种 一、珊瑚礁就许人工海水 Arsleum 这种类型的人造海水是专门为珊瑚礁水族管设计的 它含有均衡的矿物盐、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混合物 对珊瑚和其他珊瑚礁生物的生长和健康至关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